主动新时代 奋斗向未来 欢迎大家收看重庆卫视 谢谢你来了 系列特别节目 奋斗向未来 我是方琼 欢迎各位 在这个特别节目中 我们将对话新时代的奋斗者 乡村振兴的带头人 讲述他们拥抱新时代 建功新征程 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上 奋进竹梦的故事 我们来看今天的故事 她在农村长大 却梦想当个画家 我认为我就是觉得 自己内心向往的灯心 觉得是我喜欢的灯心 我把它发出来了 从小习惯孤独 辞职重新画画 她说那份来自心底的呼唤 从未消失 白天打扫厕所 晚上在三平米隔间绘画 七年来 她在举行的画板上点亮灵魂 她说 我怕我的灵魂死掉了 我要一直喂饭给她吃 她是王柳云 一个绘画画的保洁员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奋斗故事讲述人 王柳云 有请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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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大家 我叫王柳云 福南新发人 今年57岁 我是一个普通的能民 在北京打工 做保洁员 我一直在坚持画画 我认为 耕作养活我自己的肉体 学习理想 不发放 养活我自己的灵魂 感谢大家 欢迎您 谢谢您 欢迎您 请坐 您这个发型很独特 你什么时候开始给自己留一个这样的头发呢 这个就是2017年我决定去学画了 改变我自己的人生 我要放一种方式生活了 那么我要做一个自己标志的 我就决定把我的头发做成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那里是一个小小的镇子 镇上的人就说 我才不把你这个头发来 等下叫我赔钱 我说不会 这个人也不剪 那个人也不剪 看来有一个也轻一点的人 他愿意剪 但是他说剪完了你不要我赔钱 我不会赔钱给你的 嗯 我说不会 就剪成这个样子 其实这样的发型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自己的一个性格 对 嗯 类型的一个自己都不知道的一种宣言 嗯 对 就是我要改变了 嗯 那我们怎么理解刚才您说的我要给灵魂喂饭吃这句话 人的灵魂其实与防破是不一样的 灵魂是指我们的思想 思想是指我们的不断的学习 对社会对人类的一些看法 然后保存下来的一些概念 所以要让我们的灵魂活得更好就是要不断的学习 不断的追求自己的理想追求卓越 这种想法是您什么时候产生的呢 这个我认为人生就是一个不断自我完善自我教育的一个过程 嗯 所以我应该是一生经历了太多的磨难 但是我不停的在学习在思考 我认为是这样不断的向前人学习的 所以我认为哦 灵魂是这样养活的 应该是人生的经历带给您的这样的一个感受 是的 嗯 我们能看看您的画吗 哦 我今天带了一幅来 好 您跟我们讲讲您这幅画吧 哦 这幅画 画的我们能村里的山水活流 其实是我生活中的记忆和现实中乡人活在一起的 这是一个码头 这是一个渡口 这里有一艘船 这里有一条三间的大路 也许从这一个村庄圆着这个路 我们今天手提走向另一个远方 在这个山澳反过陌生的事件 反正包括现在某个时候我们意识而行成河流的远方下游再秦泉回到我们现在的地方 嗯 和我们近处的这种生活状态 这个美好的这个世界 真好 嗯 这么多年谁一直在支持您画画呢 哦 是 我的家人 我的先生 今天请来了我的丈夫林光泽先生 哦 您好 欢迎你 嗯 来 我去介绍一下 大家好 嘿嘿嘿 慢一点不着急 这位就是我的丈夫林光泽 好 因为他生病生了这么多年 他在2021年的时候又生了这个老血酸 偏摊 还是恢复得不错的哈 欢迎你 您好 谢谢大家 林大哥 您觉得您爱人的画画得怎么样啊 现在画的还是水平还是好 还可以 嗯 画到北京的时候看见他的画画了 从小小的房间开始画一幅一幅临摹 后来我把他拍到那个相机上面了 然后在我村里面泄耀 看见村里面曾经也都不 都反对他画画了 嗯 有的人说你这画画得最好也卖不到钱 我不怕 我说你这样你喜欢就可以随便去画 不管你走到哪我都支持你 您爱人一直这么支持您吧 是 他严谨的时候说 只要我一烦他就说你是不是要想到哪里去 你去呗 他是等我的 相信我 那你画画的这个梦想是什么时候有的呢 这应该是一种潜意识中间自己不觉得的一种东西 我小时候就是喜欢看见人家画画 或者看见书说的那些画我要去仔细的采摩一阵 嗯 研究一阵子 有时候也去到纸上画一下 到人家的房子上到去弄画 把人家的房子墙涂坏了的时候 人家说哎呀你放的太好了 那小孩不等吗 他们表扬我好是吗 那我要放的更好一点 那你那时候有什么样的话 对您的印象或者影响特别深刻吗 我哥哥是一个乡村的老师嘛 他学校里会订一些杂志 我哥哥星期天回来的时候就会把他杂志带回来自己看 他也给我看 嗯 我记得我在一个一本杂志的那个封面 嗯 我那个时候好像只有十来岁还不到 有一幅那个名字叫东 嗯 我记得清清楚 他就放了一棵巨大的树 然后地上是银白色的 天空是很坑 就是也是银白色的 就是一个满满的月亮皱在那个树顶 所有的叶都落光了 然后就是每一个叶芽都是很风嘛 沿街春天嘛 我就想天哪 原来就是这样就表示整个冬天 我就 就把那幅画基本上看了 也报个晚上 我就不断的在那里思考 他的颜色是怎么表达出来的 嗯 后来我才等了 就是说一个白色中间有各种各样的 潜男 潜夫 潜子 孙男 这些来表达这个白色之间的 因为我思考了一辈子 对于这幅画 嗯 我想应该是埋下了我的一些意念 你埋在里面 嗯 我想天哪 那个东西如果我能做到 反正我能做一部分 就是这么想 您刚才说了 打小就喜欢画画 那时候上学 你是不是班里画画画的比较好的 是的 我们学校里复有一些欧城杂志什么的 上面也有图案嘛 嗯 我们也画 画人物 画那些人村里的工具 画房子 画狗 画牛 我们都画 嗯 我们小朋友就会真 谁画的最好 嗯 要老是去表扬一下 腾学也争着看 嗯 大小的副评论说 哇 王梁云发的最好 但是别的腾学就不服啊 嗯 就把我的头掉 把你的纸划圈 嗯 他说好 我的最好 我也没关系 就把你最好 就是那时候 会不会有这样的梦想说 嗯 长大以后我想当个画家 不敢想 因为太群了 现实摆在那里呢 我父亲都56岁了 结果我妈妈也四十几岁了 生下我 然后我的父母呢 就是虽然残寂 生理不好 但是做不完的能活 叫你还是 就是取了群 还是群 我记得我十几岁圈的 像个讨饭一样 就是我在我十几岁的时候 几年没有一件新衣服穿 几年没有人说行 所以我要圈没有 要吃没有 要玩棒也没有 那你上学上到什么时候呀 我小学就是在自己的村子里 或另一个村子里 就是在家里吃个饭去上学 然后我在初军里面 我是不交学费的 因为每年在群校里面 都是拿了一个奖金 居本笔 全部是讲过来的 但是到了高军的时候 这我在我们那个地方 就是说唯一的几个 考上正典高军 要租到县圈里的 另一个地方去 要交注硕费 要交书本费 要交学费 然后我就是 连饭都没有 吃不上 真的连饭都吃不上 我记得我高军第一年 我就是睡觉 因为吃不饱饭 就是趴在桌子上睡觉 听完那点课 所以以后呢 就跟不上了 然后身体也不行了 读了一个学习 就回来了 就没有动漫高症 就辍学了 对 其实现在心里非常痛苦 辍学以后 家里这么难 就没饭吃 挣了三四年田 然后呢 想哇 这个也没有希望 就是吃饱了饭 完全没有希望 觉得人生非常的 坑虚和无聊 没有出路 那么后来就选择了 到我们临县的一个能医师那里去 跟他学能源心继续 就是做那个 价格那个新的果苗 发费 学成了吗 学成了 学成了 回来 在我娘家的村子里就开始做 嗯 每个人走过来 不说我老子有毛病 哎 你怎么不对 在这个里面赚树啊 我也不好跟他们解释啊 嗯 我说这个树啊 在这里转一挣 我就拿到山上去挣了 然后他们又帮我做金 那个山也不是你家的山 有你这么 我说没关系 挣到谁的地里就是谁的 那你那挣钱吗 挣钱啊 那个时候挣钱 对 别人还没有开始想的时候 我就开始做 嗯 我应该在1988年左右的时候 我就有一两万多块钱嘛 那个时候两万块钱 在我们县城里面 可以买一个地皮 起房子 起四层楼 完全不用就是说 包括中修 八几年的时候 那时候的人工资 那时候的人工资 几十块吧 都还开始涨了 又涨到五十多块的 但是我的姐姐 还是三十多块钱的工资 但那时候你已经是万元户了 你太厉害了呀 对 我自己不但解决了自己的生活 还带着大家一起做 那有钱了以后 这幸福的生活就开始了吧 没有 在1988年到1989年 我父母就去世了 那么在人村里 一个女人 一个年轻的女子 自己又做事 那是非常为难的 嗯 所有的人呢都跟我借钱 所有的人都来说 你嫁到我家里去 嫁到我家里去 你把你赚的钱给我管着 你告诉我 我赚了多少钱 每年交给我 就这样的 嗯 你那时候是二十 二十几岁吗 二十三岁 对 二十三岁 二十出头了 那那时候考虑这个 结婚的问题了吗 没有啊 不考虑啊 但是别人认为 我不考虑结婚 就是很不正常的 你什么时候结的婚啊 结果后来 就还是二十四岁 就跟人家 就结成一个家嘛 就是这样 那个人比我大 六七岁 他就是围着钱来的 他看中了我能够赚钱 但是没有想到 他费到那个地步 我认为我自己能赚钱 一切还掌坑在我手里 结果结了婚以后 跟了他以后 那个时候是没有银行卡的 那个时候的银行卡 是可以在上面书写的 有银行 书写的 对 他在我不在家的时候 他直接拿我的乘写 去放上他的名字 把所有的钱 转到他的里面 所以我就 自己赚的钱 就是一年之间 就一无所有了 我就是一个 可以为 未来口气的 为他赚钱的一个根据 他知道我为了我的小孩 他就想拿我的小孩做要挟 你的富裕 你的财产 你的一切就是我的 我去飞至即来 赤之即去 他只要钱 然后如果你敢离开我 我还让你的哥哥 让你的姐姐 让你的剩下的这些姐夫 我家人外甥子 去粉身 我为了 说了很恶毒的话 非常地恶毒 无所不云其极 想象不到 那怎么办 我为了保全他们 我什么都不说 我就劝他求他 我说你爱怎么样怎么样 我的一切都是你的 卷一个弯 你这种日子过了多长时间 过了七年 他就自己开车 晚上十点钟出门 后来就自己撞死了 一切就结束了 经历了这一段磨难 您后来的日子 会不会好一些啊 所以一无所有了嘛 一切都没有了 带着一个孩子 也没人帮我带 后来就没办法 要去找我娘家的一个姐姐 到我娘家人 就全部不理解我 认为我占那么多钱 当时他一分也没有 录到他们手里去 不知道你家里的情况是这样的 不知道我自己过的是 非人的日子 所以我也不说 说也没用 我头上这个姐姐 她还是比较理解我的 我说没办法 必须把我的语言 放到你家里 放一阵子 我去赚钱来养活他 首先也是我的朋友 跟我一起做果苗的朋友 建设我到广州的一个郊区 一个能场里 去跟人家做继续园 在那里做了一年多 他的生意垮掉了 我后来就到灯管去 耕厂里面去打耕了 什么都做啊 做花啊 做布衣啊 做那些手耕啊 或者说 还用上过足球的足球片啊 基本上在广东 就待了三年不到 那那个时候 有没有想过画画啊 自己一个人 因为我带着我 约单独过日子的时候 我看见我们福南 有一对兄妹 就是他们两个 就是好像他爸爸死了 只有一个妈妈 也是生病的 但是他们两兄妹 就是成绩非常好 他的哥哥呢 考到那个福南的一个美学学院去 那么他的妹妹就不读书了 就到床上去打耕 就养活他的哥哥 因为要生活费嘛 嗯 那么他的哥哥觉得很心疼 把他妹妹一辈子弄费了 就把他妹妹接到美学学院里去 开始让他一面打开 一面做模特 因为发发学有模特嘛 嗯嗯 然后他的妹妹就说 哥哥这个我也可以换 然后他妹妹就腾食在那里学习 他的妹妹比他哥哥更有天赋 嗯 结果后来就是在别人的帮助下 也上了美学学院 两兄妹都到了福南美学学院 嗯 我看到那个时候我失声痛哭 我真的失声痛哭啊 然后听了 哪怕我的家人哪怕我的朋友 或者我的谁谁一个亲戚 能够对我说一句这样的话 我此生此事都满足了 但是没有 嗯 所以其实是在我的内心 就是埋了一个梦 嗯 但是我根本就没有机会 也没有经济条件去做这个 哎 那你们两个什么时候认识的呀 那我想想 带着我女儿这样打工 我姐姐也不帮我带小孩了 因为她的丈夫不允许 嗯 所以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我想必须又成一个家 然后她去了浙江 我的浙江去打工认识的他 那时候您也在浙江打工吗 哎 他是浙江人 林大哥您跟我们说说 当年怎么认识的王姐 在厂里面打工嘛 我兄弟也把我带出来 在厂里面 一下子就认识了王林 我是做那个机器的那个银件 那个银件成车床里面 车序来以后 我去量那个尺寸 多一个泥小一个泥 就要这样翻工 就是汽车的 他是做机器的 他是做磁能 你们是在一个工厂工作 那怎么就走到了一起了呢 我也是有缘分嘛 我认为他这个人 看看这个人比较诚实 他是一个美典的人 老是看见我就低着头 秀微微的 所以我看见他这个比较人士 你看到脸上长这么多肉 这脸上多肉的男人和人 这种人比较帅良 我就找一个帅良的人 就是这样 而且他说话啦 语言啦 那个能力 都是还可以的 是吧 嗯 然后呢 他的动作啊 啥东西 都是我喜欢的一种类型 他的弟弟那个收拾那个厂里面的一个 就是说那个那个领导 嗯 他就就看不上我 因为我带着一个鱼儿 就说 又是一个外地鱼人 又比他 我比他大三岁 就是他的哥哥说 你不要找他 马上就找别人帮他介绍 介绍那个本地人 对 但是他认为是好的 他能看得上您 对 那您呢 他有什么事能打动你 让你觉得说我可以嫁给他 他就是善良 是一种可以有一种安全感的事情 不败对 对你 对孩子呢 对孩子好啊 他那个时候 其实他是一个很风趣的人 他就是说简单 能够体谅到别人的那种 辛酸什么的人 所以你们就走到了一起 嗯 我只要注意过一种平静的 安宁的生活就行了 你们两个人结婚以后 日子过得怎么样 开始白手起家嘛 因为所有 但是他们这上有根场啊 就去上班嘛 打工 做帽子 做手套 做这些手根 我去的时候都有电动缝纫车了 做了一年马上就有电脑 电动缝纫车了 嗯 然后我身体不行 我就是做缝纫车都要靠两个头嘛 嗯 因为我父母生活的时候太老了 嗯 我天生的体力不足 我在七八岁的时候 我还要在地上爬着走 没有体力 走一段落要在地上坐一下子 嗯 所以导致我身体一辈子不行 所以那时候上班也很辛苦 非常的辛苦 对 浙江的根子还是很高的 开始在那边跟他一起的时候 做检验员的时候 只有五六百块钱一个月 嗯 后来跟他回去到他正子里去的时候 是一千六一千八到两千 然后马上就到三千多 哦 根子转得非常快 嗯 所以在那个时候根子算是很高的 我们要去的时候 他是跟他妈妈在一起生活嘛 嗯 我去了以后我们就一起生活了 就开始要 连供我朋友朋友都从头开始买 他呢 有他的地是吗 我就在他的地上盖一个房子 我们两个一起 就这样 嗯 那就是根据地 真的人生的根据地 一个安放心和灵魂的地方 嗯 结婚以后 这个林大哥对你们 娘儿俩怎么样 我认为他对我们是很好的 在最初的时候 带我们宇佑进去的时候 他的家人 他的长辈就是说 怎么带一个外人的外面的鱼儿 就是他们就是急着 赶快再生一个自己的 就是对他 但是我老公就一致坚持说 先把这个日子过好的再说 他一进门城 那没有对我鱼儿有另外的看法 我鱼儿那个时候 就已经快度出正了 所以每个星期要钱 要生活费 要买东西 他就说 哇 只要我鱼儿提起来要东西 他先把那个钱说 你拿给他 他就开始去赚钱 他会做墨根 那个时候需要根酱到什么地方的 就是先把钱 先给钱你 你去给我做 他以前拿了 王良元快点 钱拿去过日子 是吧 然后我是喜欢吃水果 什么 他们也是海边的三层 人家那个水果多了的话 多到吃不完 也不卖 地方小就说 你要吧 他说我老婆喜欢吃这个 他就搞一肚子回来 离家还很远了 就说 哎呀王良元快点 你喜欢吃的水果 他就给我 因为我们啊 门前不远 就到海边去了 他就带我鱼儿 带我们一起到海边去 告诉我们 捡那个海边的那个 退筹以后 捡那些东西 他海边有很多朋友 洋海 他就会提一大肚子回来 把它洗干净 煮给我们吃 他说 你不要来 我先告诉你怎么煮 海鲜 海鲜 牡蜜啦 贝壳啦 啥都有 海里的鱼啦 海里面都有 你看看 对 听这一段日子的时候 觉得哇 非常甜蜜 对 这是你们家的房子吗 对 这是很不错了 我最近房子就是说 层底到顶四层楼 起的还便宜 只起了七八万 但是中修就装了四十多万 就像你刚才说的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确实你一定付出了很多的辛苦 就是 是吧 就是老顿嘛 那什么时候又开始有了 想要画画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记得我在09年的时候 我收集到了深圳大风油发村的信息 我还把它的地址记下来 我说 等我家里弄齐了以后 我要去看看 到了2012年的时候 我看到电视上面 就是说那个时候 大风油发村 开始扩转的时候 他是在全国各地中那些 各种各样的民间 发派权人 是免费给他们画室 在那里画画 我想听了 这个我应该也是做得到的 怎么能不到我呢 所以其实你虽然没有画画 但是你会很关注这方面的信息 对对对对对 心里想 应该有一个梦想 心里还是有小火苗一提没有 对对对对对 对吧 对对对对 所以你去深圳了吗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那个时候我约读高中 后来读大学都是挣要钱的时候 嗯 这家里装小房子 然后浙江人情往来 每人就是说打直播做什么都要一两万 嗯 负担很正 站的只有这么一点 嗯 开支有那么多 嗯 林大哥那您知道这个爱人一直有这样的小梦想 他什么时候开始画画的呢 他想一直在外面都是想的 就画画到从小就有理想 嗯 然后呢 去了福建 学的画画的 那时候呢 就是我以后 2015年的时候就出来工作了 大学出来工作了 嗯 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家的房子还在装修 装修 没多少钱 我想要把那些状全部帆完 嗯 没剩下多余的钱 对 嗯 到了2016年的时候就是 真央电视台 设施机会酒 有一个那个纪录片 嗯 就是说那个福建平南大人松西镇 有一个很大的油份 有话称 所有的全国各地的人 都到那里去追求梦想的人都去 嗯 人家都是艺术家 所以我想我 我说我做一个准备吧 只要我把这个债务烦完了 家里平了 我马上就去 嗯 我就记住那个地址啊 什么的 那什么时候去的呢 就是2017年的时候 2017年本来我还不想去 我还想说再占一点钱 但是身体不好了 就那个时候走路都不能走了 而且反正身体也不行了 白雪我也活不了多少年 因为那个时候各种各样的病都有 什么方式病 头病 心臓病 什么病都有 所以那个时候脸色也非常难看 人家还不让我打根了 我就想那这样的反正也不打根了 就留下自己的心愿 好像我自己心里喜欢的某些东西 我可以去学一下 结果我到那里去学的是 第四天 他们有一个平台 就是说画原作的 画的好的 他们放到平台上 到第四天的时候 放了一幅小小的画 就把我卖了 卖了150块钱 就这个吗 对 第一幅画 对 画的第一幅风景画 就是有幅画 有幅画 你之前学过有幅画吗 没有没有没有 第一天又画了一幅 他又把我卖掉 第三天又画了一幅又卖掉 一天一幅画 对 作品这个叫什么成功率还挺高 是吗 得到鼓励嘛 所以我就认为 那这样我可以坚持下去 我可以学下去 这是你 这个是我学了一个多月以后 冬天有一个非常小的村子 到时候我还没到那个村子去 我从马路的这边 看那个遥远对面的那个山村 福建的山是很陡的 有70度的角度 这个山村就这么几个房子 它是一个独立的村子 我就用手这样 用一个本子去画在 用光笔画在本子上 然后回来 马上就在画板上画 那个时候 这幅画了一个多月 那画的也非常好 所以你在那待了多久 在福建 我在那里待了一年 待了一年 没有 东舍去的时候是 只待了七天就回来了 因为我没钱了 我东舍去只待了三百多块钱 很近嘛 你我们那里回来 就跟亲戚借了五千块钱 我也不敢跟亲戚说 我要画画 我亲戚非常相信我 因为我那个时候 家里全部搞好了 人家 觉得你很能干 整个政治里 认为我是一个封销口 一信任的人 我才能不欠人家的钱 这五千块钱 随手这个 我因为 我就打钢很容易 不要两个月的钢子 就会烦掉 其实我就又拿了那个钱 到福建去学画 那时候去福建 开始学习画画了 对对对 就正式自己学 自己学 老连你就这么支持他吗 对啊 随便到哪儿 我都不管 是吧 他相信 做他自己喜欢做的事 而且你非常的信任他 对 其实那个时候 过得很苦啊 就是一点工资 要不费哪个的时候 家里经常没钱 后来用电瓶车了的时候 自行车也不要了吧 白在家里的那个 铺洗衣机 电饭锅什么的不要了 旧电视机也不要了的时候 全部用那个书 费品的房子搞好了 旧东西都要往外扔的时候 好像卖费品 就卖了一百块钱 那个人说 这个东西不值钱 我拿走 一百块钱 结果老连就说 哎呀一百块钱 我们可以买点好菜来吃 我说好的 我说我答应他 因为那个时候签账嘛 钱不容易 哎呀我说好 拿到一百块钱 好像拿到一笔成黄一样 我马上就跑到县城里 书店去买了三本书 那本书买了九十九块二毛钱 我连那个回来的出租车的 那个公交车的钱都没有了 我记得那个女孩子也很感动啊 还支持我一块钱 给我一返完一块钱的现金 让我去做更加车回来 等到晚上 老连一看那个租车 啥都没有 他就已经尿到了 他就故意说 我说肉呢 我说在这里 我就拿那个书出来 我就好笑 他也不作声 他说我知道 你应该会做这种事情 所以他真的是支持我的 女儿知道你想画画 喜欢画画吗 哎呀我女儿就是 他由来就知道我是有理想的人 所以我后来要去学画的时候 他也非常支持 他说我老公不支持 他说我们都支持他 我在福建的时候都是自学嘛 然后他就说我跟你买书 他给我买了两大本这么厚的 世界名画家的著名油画车 学外国人的画里面 开始淋磨 然后去采磨 我们学画不容易 我们没有老师叫他画 我们看人家的画去淋磨的时候 人家是层底下一层一层 画上来的 那么我们去淋磨的时候 我们先看上面 我们要采磨 他的导数第二层 导数第三层 一直到最初 最后能够把那幅画淋磨出来 再淋磨别人的画的时候 那学习是 学一幅画能够学很多很多东西的 然后我在福建学了一年 然后画了一年 然后后来又在深圳来了一年 然后呢又在河南做老师做了一年 我又回到村子里去 回到我们本地去打工 因为后来就是很多油画成倒掉了 卖画卖不掉了 我本来就不能靠画画独立养活自己 我一直在打工 但是后来就是到了2019年的时候 我回到村子里去打工的时候 我村子里就又遭谣色语了 他说你看 怎么样又放不成了吧 还不是为了打工 我就在那个村子待不下去了 所以我就想跑远一点 有多远跑多远 然后我很多年以前我就想到北京去 我想呀我希望在北京生活一阵子 所以我到北京的日子 你看我都五十五六了 我找了一个可以包住的一个单位 先解决我住的地方 我就在那个地方煮饭自己吃 然后就在人家保洁根室里面打扫 打扫这些大厂 之前您做过类似这样的工作吗 没有啊 没有 你这保洁工作做得怎么样啊 哎呀我的工作做得很好 我在任何地方做事都是认真的 我希望做得对方满意 对方满意呢 把人家的心弄平了 人家会喜欢我 我也好了 我们做保洁 基本上在人家 人家白领上班是八点 放牌子九点阵来 我们是六点多阵就开始 在八点阵以前 把所有的都做完了 就都说是好 对对对 然后在人家下班之后 又开始把白天人家弄过的 把它全部搞平 我一开始在北京的 在三元桥那边做工作 所有的领导都喜欢我 对方的甲方 就是人家大厂里面的 白领那一方人家也喜欢 然后我们保洁根室这一方 包括我所有的员根 因为人家做不好的 我会去帮助人家 我们一起打工的这些同事 也强气弱的 有的人会欺负人家的 我会去勾成去跟人家 帮一把怎么的 所以跟同事之间的关系 也处理得好 对于我的能力 做这些肯定是简单的事情 所以领导会把那些最重要的 最难做的事情 安排给我 我基本上做的是 比别人多一点 其实工作对于您来说 没有什么难度 您都能把它做好 对 后来就这个地方 反正觉得不怎么样 我就不断地在藤 想找一份更好一点 房间更好一点的工作 然后在2021年的时候 我就找到了我现在的最佳根室 这个大厂里面就是 它有很多的小房间 我当时去的时候 我说这个地方应该是 以后我可以发发的 我就在那里 这里后面这里根子也好 这里碰到的人和藤士都好过以前 当你其实这个生活相对的稳定一些的时候 你那时候就会想 我可以画画 对对对对 然后就有一个我的一些画友 就一直从福建的时候就支持我的 比如说北京的一位周知一老师 后来就是国家地理杂志的一个举兵 他18年年大 他比我小那么多 他就由来就支持我 他就看了我的画以后 因为人家接受我是51岁开始学画 就是一个婆婆能成的能成的 他天生的 由心里的要支持我 像发现了一块儿保育一样 他在眼里 他认为我就是个天才 你去北京联系他了吗 没有没有没有 我认为我太失败了 我就不跟他说话了 后来就过了半年 我说我就在北京 他说那里画画呀 我说我到哪里画呀 他说你在哪里打根就到哪里画 我说人家不会说我有毛病 我在这里扫一个厕所 扫一个地 你在那里画画个啥呀 谁允许你放画是吧 他说你到根源里去放呀 到马路上去放 我说这不可能的 那后来呢 你什么时候开始画的呢 后来又放根座之前 我的同事就说 我的同事也都是能民啊 都说哎呀 看你不是个简单的人 你是有那种 比我们能力多好的人 你应该找一份 比我们更好一点的根座 我的那些同事非常好 非常普适 那我说怎么办呢 他说你先租一个房子 走以后呢 我是在北京三番之路的安江楼 人家我的同事带我去租了一个 五平方米的小房间 那个房灯也非常联续我 就是说我同事跟他接受 我丈夫也有点病什么的 那我那个时候我丈夫也在北京 我带他去的在那里租保安 所以就那个房子 别人要一千块钱 我那个房灯给我七五十块钱 小小的 对 但是北京的这个周志毅老师 这个饭有 就一直说你放饭了没有 放饭了没有 我跟他一说一说 我认为他就是放下我零分的人 每个月每一周都要放下我 你放了没有 我给你拿饭财什么 我饭财我说什么都有 因为我月给我什么的买都有 我自己也可以买 我就从河南的学校 把那些东西全部寄到北京 就这么一平方米不到 就开始进行画画 到了2021年的时候 就过延的时候 就把我的房间 慢慢地就帮到 我现在打根的这个大厂里面 它有一个小小的 我们放根据的坑间 其实是它大楼的那些广道 要从那里圈过 那里有一个两平米的坑间 你后来就开始在这儿画了 对 就在这个里面画放 那你都会利用什么样的时间来画画啊 现在就是得到三方六面的知识 基本上我这个工作是十小时 但是呢 就是基本上三个多小时 四个小时就干完活了 所以剩下的时间都在读书 写字和发画 你在这样的空间里面 都创作了哪些作品啊 哎呀 发了很多啊 这是浙江省的富春山这一代 现在的人们的生活 我选择了人家的摄影作品 然后来把它画 因为我非常惨败黄公望 我认为黄公望 发去了我们中国几千年历代文人的理想 也包括我和你的理想 所以我喜欢富春三巨头 嗯 这是海边 海边的教室 我喜欢石头 这个石头它供应 它跟所有的风沙海浪 斗争了 说万言 说亿言 它仍然能保持到的地质 毅力 骨骼 它一切都不变 你刻掉我的是你的 我留下来的是我的 我认为这代表我自己的性格 代表我们整个这个民族的 坚定的毅力和生活 每一幅画 其实你都有自己很多的思想在里面 是的 是的 这么多年王大姐不仅在画画 而且还把她这些年的经历还有感悟 出书了 出了两本书 对对对 这一本是《月光不迷路》 《月光不迷路》 对 一个普通女性的诗语文 对 散文 这上面的画都是您画的 是我自己的画 对 这个叫做《亲戒人双》 这个封面也好好看 这是自转体散文 把我这么多年的一些 对社会和人生的看法 自己的一些经历写下来 这个书里面有很多 都是您的作品 是吧 都是作品 真好好看啊 是 这是我的超图 我读一点跟大家分享一下 读吧 在有些人看来 我的婚姻空空落落 我的人生充满失败 但在我持续的学习与思考中 我早已与未曾谋面的那些伟大女人 隔空 心灵相通 我们的想法如此不谋而合 有远见的女人 内心强大到不孤独都不行 我天性喜欢开创 在少年及成年时 自己主动选择了艰难 为此经历了许多痛苦 可我依然心甘情愿 哎呀 写得真好 这两本书 能够看出来 都是王姐 这些年来对人生的感悦 对对对 林大哥 您看过媳妇写的书吗 随便翻了几年 觉得写的怎么样 还可以 还可以 她就是一个军名 给我鼓掌的人 她只会说我的好 什么都是好的 都好呀 对对对 这就是一种幸福 不知道听了她们的故事 我们今天各位嘉宾 有什么样的感受 两位好 听了你的故事 看了这样一幅一幅的画 和你这样的一个人生的一个 到目前为止的这个经历 其实让我感觉 我明明内心当中有一个特别美妙的世界 我想把它去给呈现出来 不管我的能力 但是我渴望用我自己的方式 看到我看到的这个世界 这就是一种美 这就是一种梦想 所以我觉得她讲的是 人无论在什么样的苦难当中 内心有对于自我的一个执着 我要成为我自己心里渴望的那个样子 只是她时机到或没到而已 我想她总是会开花的 所以我觉得只要内心当中 有生命激情的人 她一定会让自己的生命 变得特别有色彩 谢谢你们的到来 谢谢你的故事 也希望你在你的梦想当中 更勇敢 更坦然 更从容 谢谢 谢谢 王大姐 我觉得其实画画对于您来说 它就是一个自我疗愈的一个手段 是 让你有一种挣脱束缚的感觉 是 因为从小吧 因为钱 苦 对 让你一直被禁锢 后来的那一段非常糟糕的婚姻 也让你被禁锢 再加上身体 后来各种各样的疾病 带给你的也是一种禁锢 所以我觉得画画的这个行为 可能说包括您的发型 就是要做一些我曾经不敢做的 或者是说别人都觉得 我王柳云她不能做的 是 跟我不适配的一些东西 我就是得做 那就是一种挣脱 而同时 王大姐 觉得你身上是有刺的 但是老林的存在 她让人感觉到很温和 很平静 包括她对您 这一路走过来的所有的支持和宽容 就像您刚刚所说的根据地 我觉得她的到来 她给你提供的那个根据地 对 不仅仅是那片土地 在土地上面修了一座房子 更重要的这个根据地 是她内心里面的那片柔软 是 可以让你在某些时候 能缓一点 对 能静下来 是 她是你跟外界的一个桥梁 是 非常非常的重要 是 她是我的核凳 对 所以也祝福王大姐 以后无论是在绘画当中 还是在自己的生活当中 真的能够更好一点 嗯 谢谢你们了 来 谢谢你 我最大的感受是 就是一个人 在物质的挤压下 还有没有追求美 感受美的能力 王大姐给了一个令人鼓舞的答案 美是什么 美是人内心获得解放的感觉 那是一种通向自由的感觉 我特别喜欢你的一句话 给灵魂喂饭吃 一个富裕起来的时代 应该 关注一下自己的情感 自己的内心 自己的灵魂 这样的追求 尤其是普通人 多起来 他将完成一件事 就像我们做这类节目一样 我们的使命 我们每个人出发 在解决温饱以后 不放弃内心 最美的追求 我们将完成一个任务 这是现代中国的国家使命 让富起来的中国 变得美 让我们的崛起 变得体面和优雅 让更多人 产生这样的触动 真的 生活的品质 是有高底的 但 灵魂平等 谢谢你们到来 祝你们幸福 谢谢 谢谢 接下来 我们有请王大姐说出你的奋斗感言 有请 感谢我所有的支持过我的老师 帮助过我的发友和朋友 感谢这个伟大的国家 感谢这个宽人的社会 感谢这个美好的伟大的时代 感谢一切 感谢 陈青卫士 让我今天在这里有卷线的机会 感恩一切 感谢所有来到的人 谢谢 每个人的一生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但是心中的那一份执着应该要坚持 王大姐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我觉得关键的是 身边有一个默默支持她的男人 生命不息 追梦不止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再一次感谢各位 谢谢你们来了 我们下期再见